女人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小男孩已经死亡 因为就在一分钟前 小男孩正在铁轨上玩耍时 一辆火车突然失落 下一秒 小男孩哀然无恙地 出现在了他们的身旁 这儿两人十分惊讶 威拉问他在这儿做什么 这时 欺欺的威拉发现 路旁放着好多树鲜花 像是在祭奠着谁 于是 好奇的威拉走进查看 结果意外发现 祭奠的人居然正是小男孩 这让拥有痛灵素的威拉 立马明白了什么 可当他再次扭头时 小男孩却消失不见了 威拉回到家后 急忙拿出自己的电脑 查询了一下最近的新闻报道 果然看到了一起 关于铁轨的车祸 母亲和十月大的女儿幸免于难 但六岁的儿子坎尼不幸身亡 看样子 此时的小男孩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所以才在铁轨等妈妈 为了帮助小男孩 威拉再次来到了这里 小男孩果然还在这 看到威拉后 男孩伤心地说道 不过在威拉的吉利卷说下 男孩还是跟着威拉离开了这里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了男孩妈妈上班的地方 可老板卷说 女人现在正在法院 两人又来到了法院门口 等了半个小时后 终于等到了男孩母亲 此时的女人 还在为失去儿子伤心痛哭 看到妈妈在哭 男孩特别的担心 随后 威拉来到女人的家里 称自己是坎尼的朋友 听到儿子的名字后 男人也赶了过来 问她有什么事情 威拉没有隐瞒 直接说出了自己通灵的能力 可没想到 被男人当成了骗子 转身就走进了屋子 而善良的女人 还是接待了威拉 威拉说 她爱着坎尼的灵魂 还在人间 坎尼还不明白自己的遭遇 还在等着妈妈去找她 当听到自己 竟然对儿子说的话后 女人十分的激动 姐妈在你身子追不离开 显然她已经没了任何勇气 暂时面对这样的事实了 威拉无奈 陈浩留下一张名片离开 第二天 男孩的爸爸就拿着名片 忽悉忽地找到了威拉 原来自从威拉走后 她妻子就哭个问题 男人心疼自己的妻子 怕她从背上都找不出来 今天威拉找到看 小时末 女人不可能 大人之后 女人如何 小时末 女人不肢 小时末 适当 自己音乐 女人不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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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will get to see them again Mommy and Daddy and my sister You get a chance to say goodbye But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Then I'll be alone No you won't be I promise you that I can help you go where you need to go And there'll be people there and people who And they'll remember Mommy and Daddy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由于太过死定妈妈 男孩把脸千年的贴在妈妈脸上 妈妈好像也感受到了儿子的存在 最后肯尼又来到了爸爸的房间 此时的爸爸独自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 这是男孩第一次看到爸爸哭 因为在他的心里 爸爸一直都像超人一样坚强 懂声的肯尼 想要安慰爸爸 可爸爸却拿起了手枪 另一边 未来被男孩妈妈喊来 他将自己似乎感受到了儿子 就在屋子里面 威拉停后 开始在房间里到处寻找 果然在肯尼的屋子里 发现了男孩的身影 见到威拉来后 男孩急忙说道 自己爸爸好像要做错事 为了搞见真相 威拉询问了一下事故的经过 原来 他们从车贩子那里买了辆车子 车子一直出现故障 没想到女人准备开过铁轨时 车子再次抛锚 而就在同时 火车的警铃也突然消气 威拉见妆 这妈妈肯尼 抱下车子让他先跑 可最后女人抱着女儿离开时 却发现肯尼不见了 原来儿子 看到车子好像蜘蛛了 听完事故的经过 威拉猜测 男孩的爸爸 一定去找车贩子报仇了 此时的男人 已经被悲伤冲昏了头脑 上去就和车贩子打了起来 甚至还掏出了手枪 只想和车贩子 威拉想要劝阻 可男人根本听不进去 这时 可尼说起了爸爸教导她的话 威拉姐妈妈此话付述了一遍 威拉姐妈妈此话附属了一遍 威拉说起的话后 男人最终放下了手枪 故事的最后 威拉带着可尼 向她父母进行了道别 直到儿子要离开 女人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蹲在地上过成了一个泪人 说着说着 一道白光突然凉起 威拉告诉肯尼 让她走进光里 之前肯尼离度之前 在这修轻换了一下鼓起 我爱你妈咪 他离开 是吗 是 他离开